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高中数学第二册第二章排列组合 单元二组合 第三小节组合的性质 我是张淑娟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N取暗有哪些性质呢 第一个是CN取N等于CN取N-N 也就是说一个组合会等于它的余组合 那我们可以以四张扑克牌中 认取三张的方法为例 你四张当中选三张扑克牌 相当于四张当中选一张留下 也就是选一张不选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扑克牌来看出 选这三张相当于是梅花不选 那选这三张相当于方块不选 选这三张相当于黑桃不选 选这三张相当于红星不选 所以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 C43就等于C4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CN取N的第二个性质 也就是所谓的巴斯卡定理 那CN取N会等于CN-1取N-1 再加上CN-1取N 那我们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这个性质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观点 我们以12345认取三张为例 那我们可以得到C53会等于C42加上C43 那为什么会相等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看 那个12345当中认取三张的话 会有以下十种情形 那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发现这前六种呢 事实上都是所谓的必含1 那必含1的话有C4取2种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把1拿掉 剩下2345认取两个当然会有C42种 那剩下的四种情况呢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必含1 那因为必含1的话 2345当中认取三个就会有C43种 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C53会等于C42加C43 但是同学要注意不见得只有1的受惠对 我们这十种方法我们可以看成 必含2和必不含2 必含3和必不含3 必含4或必不含4 事实上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明的 那接下来我们用第二个观点来解释 巴斯卡定理 那同学我们前面有学过 当A走到V走捷径的方法术的话 我们可以看成金P的方法术 再加上金Q的方法术 那前面我们已经学过 事实上从A到V走捷径的方法术 会等于5阶层除以3阶层2阶层 也就是所谓的C53 那金P的方法术 事实上会等于4阶层除以2阶层2阶层 也就是C42 那金Q的方法术会等于4阶层除以3阶层1阶层 也就是所谓的C43 所以用这样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C5取3会等于C4取2再加上C4取3 好那就是这就是我们所学的C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那我们根据这两个性质 我们来举第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第一个题目是C30加上C41加上C52加上C63加到C2926等于多少呢 好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首先我们这样的题目绝对不可能涂法大链纲 也就是绝对不可能慢慢的算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字似乎都差3 有这样的规律性 但是有这样的规律性 怎么来看还是觉得不太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我们所学过的巴斯卡定理 但是我们要使用巴斯卡定理的话 有点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这个上面C的话 两个数字必须一样 就像我们看到这两个要N-1 它才可以相加 那因为呢 这个第一项是C30 C30是1 刚好可以改成C40 所以呢 我们就把C30改成C40 后面照超 那我们就发现到 诶 事实上 这两个加起来可以等于C51 我们就可以后面继续照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延续呢 上面的做法 我们把C51加上C52 会等于C62 后面照超 那一直做下去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同学要不要猜猜看呢 好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我们加到C52的时候 然后同学观察一下 会等于C62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加到C2926的话 它会下面不变 上面增加1 所以就会变成C3026 那也就是因为它又等于C30取4 就会等于27405 好 那这样的题目我们是直接问同学说 加起来等于多少 那如果我们是给后面的数字 后面的数字 然后前面呢 问大家要加到多少才会相等呢 那这样又是另一道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属于这样的形式 我们从C10再加上C21再加上C32加到Ck取k-1 等于231 那我问k等于多少 那同样的我们呢 还是一样可以把C10改成C20 然后后面照超 那我们发现这样一直加下去的话 就会变成Ck加1取k-1会等于231 但是呢 因为Ck加1取k-1会等于Ck加12等于231 那我们把它画成这样的式子计算之后 就可以得到 k等于21或者是-22 当然k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负数 所以的话 k就等于21 好 这个小节主要是教同学了解 C有哪两个重要的性质 那以及这样的性质 如何运用在我们解题目当中 那希望同学好好了解它的性质 那回去可以配合做一些问题 这样就可以对这两个性质 更加了解透彻